我把我们家的大房间又重新变换了一下 然后我把这边的这个柜子 这个小桌机给拆了 放到了客厅 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只放一个加湿器 然后我把那些手饰啊香水啊什么的 就放在这边 好像灯光有点暗 但是就是在这里面 长不到 就放了我的手饰盒 还有就是我的那个 开个灯吧 这样大家看到吗 就是香水和手饰盒就放这边 然后这边放围巾 这边放袜子 从远处看 就是还是沦为一体的 之前的沙发因为已经其实已经不是特别好 当时就是比较廉价买回来的 也用了四年多了 也不好了 所以就直接就送掉了 就就没有收别人的钱 因为已经坐的不是特别舒服了 然后正好说 呃 房客不要那个这个 我新买这个沙发 这个沙发还挺贵的 要一百多欧 那就这样就把它拿过来吧 我就放我家 因为沙发的话就只有我坐 我老公是不坐的 所以我以后就等于说是可以坐在沙发上面看电视 所以我就把这个椅子给拿过来 拜拜 妈妈 好了今天晚上我化了一个妆 然后就是今天跟我老公出去吃饭 因为我们喜欢吃的那家汉堡店 今天我在Facebook上面看到是达百分之五十的折 所以呢 我们今天就去汉堡店吃饭 大家最近有没有看那个知否知否那个电视剧 哇 太好看 我本来还不看好这个电视剧 我觉得拍了不一定会好看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打了我的脸 之前打我脸的那个电视剧就是那个 《沿喜攻略》 我以为《沿喜攻略》会不好看 没有想到 打脸 好了 那我就准备要出饭了 那就这样咯 拜拜 今天这个就是我今天的早饭 然后今天早上去吃蛋糕 还有去再吃一个盛 然后再喝一杯水 就等吃完早饭之后就去超市 买我的午饭 然后还要买什么 还要买今天晚上的菜 因为昨天吃了好多荤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决定吃点素菜 就吃大白菜炒豆腐 然后再吃一个西兰花炒胡萝卜 然后再烧点饭就好了 所以我们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就是一顿吃的 比如说前面一顿吃的比较丰盛的话 那就下一顿就会吃的比较清淡一点 也算是喜喜尚味啊什么的 然后就开会电视吃一个午饭 吃一个早饭 就先这样咯 然后再来喝这个 就是�라你呢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就是我去这个超市 没有土豆 没有胡萝卜 也没有西兰花 也没有豆腐 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 真是一个物资匮乏的地方 我想买那几个菜都没有 所以我只能够临时决定 变成培根炒大白菜 炒卷心菜 就这样 还买了一瓶酱油 而且这个超市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本来一直买的是中国酱油 但是现在这个超市 中国的酱油已经没有了 它只有日本的酱油 所以没有办法 我只能买了一瓶日本的酱油 现在看久了吧 我觉得就 其实也挺好的 我感觉就是这边的面积 就好像更加大了 我都感觉说话 好像有点回升了 你们觉得呢 这边的话就是 我的那个复习资料 资料还在堆在那边 今天太阳非常好 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 我觉得太阳还是很不错的 然后雪也挺多的 就这样 就是晴天的时候 这边还是特别漂亮 但是阴天的时候 就这边就特别的异 就是所以这边的话 其实神经病比较多 就这个神经病 就真的是神经病 就是神经病比较多一些 很多人还是挺好奇 就是我做家庭主妇的话 那每天待在家里 干什么呢 其实我就是待在家里 就是看看电视 然后看看小说 出去买买菜 拖拖地板 整你整你家务 最后一样就是 跟我老公打电话 不是 是我老公给我打电话 很多人就说 那你老公是不上班了吗 就整天打电话吗 不是 因为他做销售的嘛 所以人家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在和 他的老婆打电话 还是在和他的客户打电话 而且公司也是管的比较松的 就是也无所谓 他做什么事情 只要他能够拉 拉生意就可以了 一般谈话的内容呢 就是很多 大多数还是和他工作有关的 包括接了个新的客户啊 包括公司的人际关系啊 什么的 反正他有什么事情 他都会和我打电话 然后跟我商量一下 问问我的意见啊 什么的 包括和客户开会之前 或者是跟客户开完会之后 他都会跟我打电话 讨论 包括其实回家 除了他要么就是 打游戏不理我 要不跟我说吧 很多时候也是在说 公司里面的事情 让我给他出出主意啊 什么的 所以 虽然我是做家庭主妇 但是我对我老公工作是 他谈了几个客户 怎么谈的 我还是全程跟进的 了如指掌 就不是我要问我老公的 只是我老公就是下意识的 他就会问我 我觉得是不是因为 他觉得我比他聪明呢 就是也许 我这个读书成绩好的同学 在他心里还是有影响的 所以他一般遇到什么问题啊 什么的 都会马上打电话来 来问我这样 包括他几次跳槽 都是我给他的出的主意 我 我觉得他应该跳 然后他才去调的 就是一般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 其实家庭主妇就 没有大家想的 这个好像老公做什么 你都不知道的 或者是好像整天就是 在家里生活很没意义的 其实有时候做了家庭主妇 你会更加的了解 你老公到底在干什么 更加的去参与到 你老公的这个工作里面 有朋友问 就一直会问 哎呀 你在家里 你有什么兴趣爱好啊 什么的 所以就 就跟大家稍微聊一聊 好 那就先这样了 拜拜 我要开始学拉纹了 我很想把我这个iPad给卖掉 但这个iPad是 就他的机子已经非常卡了 就是响应速度非常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我想把它给卖了 但是我也不知道 这种电子设备谁要 我又很害怕卖给人家 就算卖给人家50块钱 100块钱 或者200块钱 我说人民币 我就不说不是欧元 就是很便宜的卖给人家 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好用了 我觉得卖给别人赚钱 我也觉得太心亏 但是如果你说要送给别人吧 那肯定人家会要的 但是送给别人吧 我就觉得这个东西 虽然就是响应速度卖一点 但也不至于不能用 所以就好纠结 你可以看到我就是 要买电脑 然后又是iPad 其实这iPad 如果有苹果电脑 其实这iPad根本就不需要的 反正所以 其实如果换做现在 我肯定不会买iPad了 因为已经有这个电脑 你一样可以在电脑上面看东西 就不会用这个iPad 所以就一直都没怎么用过 哎呀 真的是太浪费钱了 反正以后是不会做这种事情 然后就到了我的学拉文了 就这样 我的字写的比较难看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 拉文字是怎么样子的 叮叮叮 就是这个样子的 说电就是今天的意思 就是我都是用英文这样写好 它的语续也会不一样 就是 它就是比英文要更难一些 特别难的一个语言 不过就加油吧 用心学 好了 我要开始学习了 然后这两天的这个Vlog 你先等一下等我说完 这两天的Vlog就拍完了 下一个视频呢 我应该还是会谈谈 关于极简主义的一个话题 那我们就这样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